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这个物联网开发系列课程的第一个项目实战的这个学习 好 我们上一节课呢 给大家已经讲到我们的第三个阶段了 给大家讲我们第三个阶段的第一个小节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这个硬件的设计 大家主要去要把它这个硬件设计这个整个流程的了解清楚就好了 好 然后呢 我们第二节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软件设计与实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的软件设计与实现呢 主要就给大家分成了三个部分 三个大的知识点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嵌输软件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分析 第二呢 就是我们这个嵌输软件各模块一个具体的实现 第三个会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我们这个手机端APP的一个开发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嵌输软件呢 要实现哪些功能 首先第一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这个物联网感知端 我们这个车软的这个物联网感知端实现和手机的一个无线通信 那通信的是通过什么通信呢 通过蓝牙 通过蓝牙 无线的一个通信 和手机和手机段 好 这是第一个功能 大家注意要完成这个功能呢 那我们就要去使用这个蓝牙模块 要实现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和手机之间的一个数据的传输 还要实现一个什么呢 还要实现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和手机之间的一个协议 因此这个时候还要实现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呢 是由我们自己来定义的 好 然后我们还要实现我们这个汽车姿态的一个检测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通过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NPO6050来实现的 好 然后我们还要实现我们这个汽车内温度和湿度的一个检测 这个呢 是通过这个DHT11温湿度传感器来实现的 我们还要实现这个汽车内 汽车内出现异常 这个异常呢 实际上就有两种啊 主要就有两种 一种就是这个温湿度 比较高或者比较低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汽车的姿态不正常 汽车出现异常后的一个报警 我们这个要去报警 最后呢 我们还要实现一个数据的一个存储 数据的一个存储 实际上我们这个嵌输软件呢 就分成了如下几个功能 而我们要做这个嵌输软件的一个设计呢 首先就要搞清楚它的一个功能 搞清楚它的一个功能呢 我们再去给它划分一个模块 对于我们这个模块的设计呢 以及我们具体的我们这个模块 在我们这个下面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个划分 这个会在我们后面的这个知识点给大家讲解 好下面呢 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嵌输软件总体分析的第二个大的知识点 也就是我们这个嵌输软件的这个执行流程的一个分析 实际上呢 我们是一个逻辑程序 大家先要搞清楚 我们是个逻辑程序 我们这个程序呢 是没有操作系统的 是没有OS的 因此呢 这里面就不存在一个任务调度的一个问题 因此呢我们实际上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程序的这个流程啊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main函数里面完成的 main函数它又会去调用一些止函数 各个模块给给它提供的一些止函数 在这个main函数里面呢 会调用各个模块的止函数去完成模块的初始化 以及呢 以及完成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些控制 和它的操作 以及我们这些模块的数据的读取 后面呢 还有一些模块的操作 从而来实现我们这个功能 模块的一些操作 从而来实现我们这个功能 实际上我们整个逻辑开发的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 它的一个三部曲啊 就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就是初始化 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去调用我们这个模块里面的这些止函数 来进行控制 然后还要调用我们这些止函数 来进行数据的一个读取 从而呢完成我们整个功能 好 具体的一个执行流程是什么样子呢 然后这里面给大家画一下 首先呢 是我们三部曲的第一步 也就是初始化 初始化主要就会初始化我们所有的 包括MCU的这个IO 以及我们要使用的这个MCU的这个内部的控制器 比如说我们的iPhone C的这个控制器 如果还有我们这个窜口的控制器 要初始化这些控制器 还要初始化什么呢 还要初始化我们这些外设 这些外设就包括了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包括了蓝牙 HC05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 温室度传感器 DHT11 还要初始化什么呢 还要初始化我们的运动传感器 MCU6050 还要初始化 如果我们想显示啊 如果我们想显示啊我们的显示屏 还有初始化我们的显示屏以及我们相关的LED的IO 还有按键的IO 好 如果我们要我们这个杆子端呢 要通过封鸣器报警呢 我们这个时候还要去初始化封鸣器 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要初始化的啊 我们可以把我们要初始化的东西列出来 然后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呢 就去对应到我们这个初始化流程啊 一步一步的进行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实际上就进入到我们这个三部曲的第二步啊 进入到我们三部曲的第二步 第二步呢实际上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死循环里面去做的 这个wire1里面 第二步呢就是去读取数据啊 实际上就是读取数据 比如说啊对于我们这个蓝牙来说啊 我们会去看判断是否有数据过来啊 比如说是否有手机端的这个数据过来 是否有手机端的数据过来 我们还还要读取我们传感器的数据啊 我们要读取传感器的数据 并且呢对于我们这个异常的数据啊 读取到的异常的数据 我们要通过这个蓝牙 把这个数据发送给手机 大家注意不是直接把这个数据发送给手机啊 是要通这个协议啊 把这个数据呢写在我们这个协议里面 至于为什么要定义这个协议呢 这个协议如何定义呢 在我们后面给大家讲这个蓝牙模块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啊把它放到协议里面 因此还牵扯到一个协议的一个打包 好 这个传感性呢就包括了我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 以及我们的这个运动传感器 MPU6050 以及这个MPU6050 这两个传感器 好如果检测到这个传感器的数据异常呢 我们也会通过这个蓝牙把我们这个数据呢 按照协议进行打包 然后发送给我们的手机 如果这个时候手机端给蓝牙发了一些控制指令呢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指令呢 通过我们这个协议进行一个解析 然后让我们这个感知端呢 执行我们这个手机要求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我们手机主动要求读数据 如果有这条协议过来呢 那么我们就会强制 让我们这个传感器去进行采样 然后呢会把数据呢 再通过我们这个蓝牙发送给我们的这个手机端 发送给我们的手机端 实际上整个这个流程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具体的这个这个执行流程呢 希望大家下来能把这个整个代码这个具体的执行流程呢 把它画一下 然后呢我这也有一份标准的这个执行流程啊 但是呢这个执行流程我不会一开始就给大家 我希望能首先看到大家做的这个 我们这个整个签署软件的一个执行流程图 然后我还我会把我的执行流程给大家 大家可以来比较一下啊 看一下你写的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分析啊 跟我这个流程分析有多大的差别啊 看一下大家对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理解啊 有有没有理解到位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签署软件的一个模块 以及我们这个框架说明 好模块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模块呢 根据我们刚才啊给大家我们分析这个功能 我们这个模块可以首先我们从大的模块来划分啊 实际上我们可以划分成一个蓝牙可以单独做一个模块蓝牙模块 然后呢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啊可以把它做一个模块 我就是MPU6050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模块 好然后我们这个如果要显示屏呢我们这个LCD可以做一个模块 好然后我们的对我们这个LED的控制啊 对我们这个按键的控制 对我们这个按键的控制以及我们这个LED的这个控制呢 我们可以分别把它做成一个模块 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这个DHT11 好我们的这个温湿度传感器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模块 好大家看啊这个是我从功能上啊 对我们这个模块呢做了一个大的一个划分 实际上呢就可以分成这么多模块 然后还有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主控模块啊 我们这个main函数啊所在的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主控模块 这个主控模块呢实际上就操控着我们整个的这个代码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流程 好然后呢 这是一个分模块的一个思想啊 实际上呢我们在做这个单面积开发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好我们把它叫做 分层次啊分层次的一个思想 分层次的一个思想 实际上我们从功能上划分的这些模块呢 是我们从这个横向啊从横向从不同的功能 对这个模块进行的一个划分啊 划分出来这些模块 大家注意是横向 然后从这个纵向呢 也就是从我们这个代码 从比如说从硬件层啊到我们这个硬件抽象层 再到上层那个应用层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层次啊 也可以划分成一些层次来 并且可以划分成一些模块 好如果大家以前搞过这个Linux的驱动 或者是接触过看到过这个Linux的驱动 或者是一些一些我们这个WinCE的驱动 你们肯定都知道我们这个驱动呢 实际上也是按这个一定的层次结构啊组织起来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BSP啊 这个主要就是直接就是硬件层 然后还有往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硬件抽象层 然后再往上呢还分了很多层次 实际上呢我们做这个单面积的这个逻辑开发呢也可以 采用这种分层次的一个思想啊 来对我们这个由下往上这个模块呢进行一个划分 那么我们如何来划分呢 好这里面呢就给大家讲一下啊 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直接跟硬件打交道这个层次 实际上这个层次呢 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CMSIS这个酷啊 之前给大家讲的我们这个CMSIS这个酷 这个酷它直接面对的就是硬件啊 它是直接去操作寄存器啊 直接去操作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MCU里面的寄存器啊 因此它直接面对的就是和硬件打交道 然后在我们这个酷这一层呢 然后我们又把它抽象出了一层 把它叫做硬件抽象层 硬件抽象层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硬件接口层吧 这个层次呢实际上就是给我们上面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模块啊 提供我们这个硬件接口的 包含哪些东西呢 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这个GPIO的操作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接口啊 比如我们这个iPhone C 我们这个串口 我们的SPI SPI 好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接口 比如说还有我们这个LED的这个LCD的这个接口 液晶的这个控制器的一些接口 好我们这个硬件抽象层呢 实际上会去调用我们这个CMSS这个酷 通过这些酷函数呢来实现我们这个 这些具体的一个接口啊 具体的接口 然后这些接口给谁用呢 这些接口呢实际上就给我们具体的这些功能模块啊 比如说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我们会去调用我们这个串口啊 实际上就会去调用我们这个UART 然后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这个模块呢 又会去调用我们这个iPhone C 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按键的一些操作 会去调用我们这个GPIO的输入操作 而我们对这个LED的操作 会去调用我们这个GPIO的输出操作 而因此这一层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程式啊 就是我们这个具体定义出来这个功能这个层次 好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具体的这个整个层次的划分呢 就划分成这个三层 第一个层次就是直接硬件相关层 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我们这个硬件抽象层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这个硬件接口层 第三个层次呢 就是我们具体的这个模块层 然后我们我们在这个面函数里面啊 就会去调用我们这个具体模块层里面的东西 然后实现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操作 好 因此大家在写这个我们这个逻辑开发的时候呢 不要把这些代码都写成一堆啊 写成一锅粥这样子呢 不管是你对你以后代码的维护 还有别人对你代码的理解 都是一个很大很不好的东西 都很很大的一个阻碍 别人看你代码都不知道你在写什么 因此呢 我们就要按照这种分层次 以及分模块的这个思想呢 来组织我们的这个代码 好 我们的这个签数软件的这个总体分析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然后呢这个作业啊 我就没写啊 这么一口口头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作业呢 第一个作业啊 第一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呢就是希望大家下来呢 自己完成我们这个项目啊 自己完成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 执行流程的一个流程图啊 项目的这个软件的执行流程图 画一下把这个图画一下 第二个呢 就是按我们之前这个模块的这个分模块啊 自己把把我们这个项目里面的这些模块划分一下 划分我们这个项目的模块 这个划分这个模块呢 这个划分这个模块呢 实际上要求大家从两个层次来进行划分 一个是功能模块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从下往上的一个具体的 这么一个模块啊 大家看一下你们能划分出哪些个模块 好 然后我们这个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第一个部分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啊 然后我们下节课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 签署软件各模块的一个具体实现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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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